4月28日,又有一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河南启动了临床试验 至此,中国已有4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而每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都离不开动物模型的检验 29日,中新社记者在北京就新冠病毒动物实验问题 专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秦川 秦川介绍,动物模型是指科学家用各种的技术手段 使动物在最大程度上模仿人类患病过程 最终达到研究感染与发病机制,传播途径,药物和疫苗评价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秦川团队已经为9种疫苗进行了动物实验 保障了全球第一个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第一批灭活疫苗顺利进入临床试验 我们评价的一种腺病毒的载体疫苗和两种灭活疫苗 这个是有确切的保护效果 还有部分的那个mRNA疫苗呢,目前都在那个实验室的那个整理中 这个那个评价完的呢,这个数据都齐全的呢 就已经那个报道,那个药监局和公关组 他们已经进入临床实验了 其他的呢,我们评价完了,数据还在整理过程中 他们上临床的,从这个这个实验的数据来看 保护能力是肯定的,这个也证明它是安全的 秦川说,病毒攻击接种了疫苗的动物时 如果绝大多数动物体内的病毒都被有效的抑制住 并便得到改善,这才能够判断为疫苗有效 我们的病理评价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 我们是把这个肺部的整个组织啊 这个这个肺呢是分叶的 几个肺叶,我们都要一个肺叶,一个肺叶的去查 它的病变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才能把它判断为有效 它的病毒的载量降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把它判断为有效 那么,从研究情况来看 疫苗到底是不是抵御新冠病毒的两方呢? 秦川介绍,在实验过程中 他的团队发现动物模型在感染新冠病毒产生抗体后 不会再次被感染 这可以推测出,疫苗诱导产生的抗体 也对人的机体有保护作用 我们是动物呢,产生了抗体之后 产生抗体之后,就就是它感染了一个周期 这个应该从理论上说呢 它就是已经是进入了这个 就是痊愈的,这个进入痊愈阶段了 这个阶段的那个动物 我们做了第二次的这个病毒感染 在这个感染的这个结果呢 是什么呢?是说它没有再被感染 恒河猴第二次感染新冠病毒 不会再次被感染 基本可以推测出这个病人的康复 并产生抗体之后 可以保护机体免受二次感染 我们也可以推测出疫苗免疫 诱导有效保护性抗体以后呢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机体 免受新冠病毒的这样一个感染 不过,针对此前曾有报道的 患者复养的消息 青川表示 不发生二次感染的前提 是产生良好的免疫 如果没有产生合适的免疫力 或者体内抗体较少 是否会产生二次感染 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作为动物实验专家 青川指出 虽然通过动物模型可以看到 动物也会感染新冠病毒 并呈现出与人类类似的症状 但对于家养伴侣动物 推测他们并非新冠病毒传播源 目前的结果呢 应该能够知道的是 这个的确是人传给 这个我们的宠物的 这个伴侣动物啊 像狗啊猫啊 它自己的本体啊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冠状病毒的感染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 那个那个传播的源 这个也应该说 不是一个中间的宿主 青川建议 主人与宠物相处 要亲密友监 才能保护彼此的健康安全